感谢观看,远观看此世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,作者,我方特压作者,风起长林原家草草,风狼居虚,赢得仓皇北固,四十三年,望中游记,风火扬周路,可堪回首,活离此下,一片神压舍骨,新架先一手,勇于乐金口北固亭怀骨,既书发料自己对江东舍苦的孙仲谋那般英雄的向往,又借人家年间宋文帝北伐势力,并设当时还脱皱讨帅对金用兵, 言语中不无忧虑,那么,当年文帝刘义龙的北伐为何会绿色势力,战争的过程是否真的那般不开回首,自古以来所谓的南强北弱,是否在那时便已成定局,刘义龙为何无法复现皇陶,送武帝刘玉的丰功伟绩呢,所谓的原家北伐,包括料刘义龙在原家年间发动的三次对北魏的战争,第一次在原家七年三月,道燕日为主帅奉命北上,一度攻克洛阳,古牢,滑台等河南众席, 带入秋后,北魏转入返宫,到第二年初春,华台等地又重新失陷,前往救援的宋江谭道记也被逼会,首次北伐遗失败告终,转眼二十年过去,道料原家二十七年,宋文帝派王玄摩,率领沈庆之,深谭等,驾驻蒙冲战舰从东边水路北进,方至,方回等率不齐时末,从西边陆路,直逼洛州,西陆军一度收复廖侠城和同关, 但东陆军不幸为北魏击败,此时魏军成圣之威,深入刘宋腹地,一度威胁要读过长江,文帝获得招牌各陆军队守护,自家大本营,二次北伐的失败,导致刘宋江北六周变的萧桥扣败,荒无人烟,到料原家二十九年,太武帝托达到北中城市宗爱谋杀,北魏宫廷内乱,朝中无主,鸡不可施, 文帝又分兵数路攻向中原,此番仍是东陆军出料,岔子,张勇迟迟无法,功课敲熬,反被守军挖地道出城,烧料迎垒,东陆军于是退兵,单岁不成县,孤木难成林,新路的卢爽,方志等也就无功而反料,也许文帝刘宇龙还有新组织第四,第五次北伐,但时间没有再给他这个机会,一年,太子刘少英为巫谷之事与文帝产生隔阂,为料保住自己的储君之位, 暴力的刘少敬率兵杀入进攻将文帝残忍杀害,刘一龙与老对手拓拔到走廖各脚前脚后,冥冥之中似有天病,不由让人叹息,按摩,三次北伐都杀雨而归,原因究竟何在呢? 其一,战略问题,既然决以北伐,就应当在战略上做好相应的准备,针对魏宋的战争态势,怀河以北各个边镇的攻守部署尤为重要,如果能将怀河南北的军阵于周边乡村聚落兵民合一, 囤树结合,则手可抵御先卑侵扰,功则能够协同反击,而如果怀北兵强马壮,梁石丰足,就会在北伐时大大支持主力军,但宋文帝显然忽略料这一点,他长期忽视着急流散,经营沿边各阵,导致怀北诸城县与各自孤立,而北魏看怀河一代宋军毫无守备能力,更是昌瘸的旅半边境,春天来抢麦子,秋天来收割庄下,导致百姓疾苦,鸡肠碌碌, 反而把鲜肥骑兵养得雕肥体壮,而到廖北伐之时,宋文帝从荆州,健康等方面出兵,老师远征不说,养草的补给也是个大问题,士兵能扼住肚子,赵瑟然打不赢,其二,指挥问题说,到对前线的遥控指挥, 我们要模想到北宋赵光义在出征前对大疆,受以阵途,要模笑谈蒋伟元长,给战场上营长,连长一级的军官亲自去变, 却不知刘宋文帝本人也是一个自我迷信的军事家,战场形势瞬息莫变,宋文帝在历次战争中一旦违背这一常识, 不仅在战略决策上于二三谋士私下筹划,而且在具体战术安排上也凭空饶制兵略, 徐元是文帝宠信的进城,著有文集识卷,有细词试问等刑律试,让他写书立传,可以说的奇人灾, 但徐元最多的反而是到前线传授和宣誓文帝的用兵方略和终止, 前史实际上的临阵指挥旋,而将领门必须养听成旨,如同提线木偶, 第二次北伐中,东陆的王玄魔败退,从帅肖兵根据圣上旨意, 打算固守敲敖,而白袍将军沈信之一眼看出此时敲敖已是孤城一座, 留在这里或会图号兵力,一物战机,但肖兵不敢抗拒, 还是留下兵力守城,结果敲敖仍未逃过陷落的命运,将在外, 军命有所不受,文帝如果能遵照这句古语,放手让前线将领变异形式, 很多战役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,其三, 诱人问题将北伐的罪过完全归咎文帝的瞎指挥,也确实片面, 实际上北伐的将领大多缺乏才能,甚至临阵胆怯, 这也成了人家北伐人谋方面的一大败笔, 第一次北伐的主帅道艳之在文帝年幼时, 艳辅佐其镇守经州,当初宋少帝刘毅, 伏被废杀,朝中大臣徐献之等拥立刘义龙为帝, 而刘义龙被来营的队伍一律重重,不敢东下, 也正是道艳之极力劝说,才让一龙下定决心, 艳之自然也就成了宋文帝的心腹重臣, 但此人中等有益,军略才能却令人不敢恭维, 当时北伐成冬季反攻,洛阳及虎牢失陷, 华台遭到围攻,此时部下援护之刃为青州丰饶, 兵甲充足且唐运畅通,应当派兵支援华台, 定律大军进攻河北,向北伐施压, 但道艳之恰逢远及发作,又见黄河结兵,和二守军溃败, 且军中有异病传播,最终还是决定退军, 首次北伐的军备物资相当充足, 但由于道艳之撤退得过于黄疾,物资被悉数抛弃, 武库一时间竟然空空如也, 文帝也知道自己这位心腹实在难辞其咎, 获得将其下狱,但随后不久又被再度启用, 要说刘宋朝没有善战的宁江也不公平, 前文提到的谭道记,沈庆之都是酒精沙场, 较底胆寒的鲜卑克星,谭道记在刘宇昭丽有大功, 道料文帝巢穴反而遭到猜疑, 人家十二年,谭道记被宋文帝抓捕处死, 罪名是平时常散发财宝货物招揽逃亡之人, 并趁文帝病重期肩毛滑造反, 而沈庆之虽每每都在前线提出正确的意见方略, 却由于选小言轻,屡屡不被采纳, 文帝有能人不用,自毁长城,而所用之人往往出师时机局进取, 希望侥幸掠地,一旦遭遇攻击, 则立刻玄军崩溃,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, 原家北伐失败的原因当然不会或, 有以上简单的三方面,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, 自原家之后,南北攻守一势, 宋其良辰为有招架之功,而无牌守之力, 地盘也是越来越小,终于被杨先统一, 设想一下,刘玉和刘一龙父子如果在天堂相遇, 是不是会相对无言,叹息一声呢? 参考资料,十国强原家北伐的在院时, 送书文帝本纪,送书谈刀记列传父子二人两度挽救大唐, 没有他们,大唐称不料三百年贫穷乡村教师, 却保护了两人太子,密习称五朝元老再次感谢, 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